我们来看到这是印度总理莫迪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利用在南非出席金砖峰会的机会 其实两个人是有短暂的交谈 但并没有举行双边会议 所以要请教洪文哥 是不是因为两国的关系 现在也因为边境对峙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还是处在很紧绷紧张的状态 我想印度跟中国两个国家的关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直都不好 现在在地人政治的冲击下 更不好了 因为其实很清楚的 你如果去看 应该是上上礼拜 金砖的峰会 你看他们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根本很不对盘 他们有交谈 可是两国都对外讲出来的 都不是说他们是什么正式的会议 那只是有讲讲话这样子 你看中国的商务部的副部长 跟印度的商务部的部长 那个对话也很有趣 中国那一位他说 你们可以加入RCEP 这有助你们中印 有助中印贸易增长 结果那个印度的那一位他说 这个加入这个RCEP 只是进一步增加我们的贸易 而且他说 我的心是跟那个戴琪在一起的 他就直接讲这样子 讲得好直白 很直白 那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跟印度 我觉得你如果要去分析 就是说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现在整个刚刚讲的 美中的对抗之后 其实整个欧美对亚洲的概念是改变了 以前我们常常在讲 欧美对亚洲是什么 是亚太区 现在通通改成印太区了 印太区就当然把印度包刮进来 然后把日本 我现在看他们的印太区的画 那个范围的画 画一个三角形 右上角是日本 左上角是印度 然后下面是澳洲 然后画那个三角形 中国其实是被切出去的 中国已经被他 没有那么重视 而且甚至是忽略了 你这个画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的布局很清楚 印度 越南 东南亚 那你看就是说 刚刚也讲了 拜登要去越南拜访 然后前一阵子 新加坡的总理也去越南 因为你不要在中国布局太多 你的很多的生产 你就要流出来 所以一定往东南亚走 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 很可能是越南 那印度又是一个 我们台商已经有一堆 苹果供应链 已经都跑到印度去了 所以你看这整个的布局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从印中关系 你再去看就是说 苹果的销售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我看郭敏先生 最近他就来讲 他说苹果的销售 会明显成长 因为iPhone 15要出来了 那他说他会变成是 可能是今年或者是明年 就超越三星 变成第一大的智慧手机的供应商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 这个我们全球的智慧手机 事实上在最好的时候 疫情的那时候 14亿支 现在已经掉 今年已经掉到11亿支 少掉3亿支 少掉两成多 那这个少掉 这个大家都很惨 结果苹果还可以逆势增加 所以你看就是说 苹果他们估就是说 今年他会 这个2.2到2.25亿支 三星只有2.2亿支 所以今年很可能 就小幅超越三星 那明年 苹果会成长到2.5亿支 会超越三星 那所以你去看就是说 在这种不景气 或者是说 整个全球的布局 刚刚也讲到就是说 那个欧美对 整个印太地区 他的这个投资是改变的 所以当你就是说 你的很多的生产线 移到东南亚或移到印度 这些东南亚国家 或印度国家 他的经济也会成长 我们现在说 中国的消费力会下降 对不对 可是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因为他的经济成长 所以他的消费力也会提高 所以未来 你看像苹果 他的布局也是在印度 他的供应链现在脱中 所以转移到像是印度 或者是越南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 接下来到越南也是因为 现在越南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就是你要巩固你的 这个伙伴 关系 那当然就是想办法 就是我刚才讲 他在执行他的印代策略 要把中国忽略掉 要把印度跟东南亚拉进来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对 不是只有对产业有影响 我这阵子在跟很多朋友 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都要想想 我们的未来 各位知道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的父母都有玛利亚 或者是印庸在照顾 可是我们 我们很可能五年十年后 我们老的时候八十岁的时候 很可能东南亚的人 不会再来台湾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成长起来了 他们消费力增加了 不用再去国外工作 去赚取更高的薪水 他们可能自己的薪资水准都挺高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影响到台湾很重要 所以刚刚在讲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已经跟孟加拉签了一个约 他们要引进两百万个 那个孟加拉的劳工 到新加坡去工作 他们这个政府已经在想 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 因为东南亚不太会 再有很多的 这种劳动人口到国外来工作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及早去因应的 从科技产业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这种外来的外籍劳工 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美国的房利美的经济学家说 就算美国的经济 不管它到底有没有衰退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他们认为会陷入长期冻结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